您好,谢谢收看,东方纵横,我是东方 8月底,飓风意大利亚在佛罗里达州登陆 所到之处是一片泽国 8月31号,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迪斯岛受灾最严重的农村乡镇视察 第二天在州长新闻发布会上就通报了受灾和救灾情况 他说,截止到今天上午6点,全州报告收到大概14万6千个断电的电话 但是在几千名工人的努力工作下,已经有42万户家庭恢复的供电 截止到前一天晚上,地方政府已经组织了40次营救 包括西达基桥在内的所有的州桥梁在飓风登陆后12小时内已被清理干净 至于说学校在风暴期间有52个校区停课 但今天有30个已经恢复上课 另外8个校区明天开放 燃料水防水部这些防汛必需品,州政府都有充足的供应 将根据需要提供 8月底的伊地利亚飓横扫佛州大湾区 风力强大到可以掀开屋顶 好在飓风集中在农村地区 这跟事前的天气预报相当吻合 这也给州政府的位与筹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德桑迪斯在飓风前后的动作得到选民的高度评价 特别是飓风刚刚登陆时 两座桥梁受损数千名居民受困 但是州交通部很快进行了紧急维修恢复通车 如今飓风已经过去 但清理工作还没有结束 中间会出现一些波折 但当地老百姓相信州政府会及时通报 这里先做一个解释 美国不是中央集权国家 美国是联邦制各州自愿加入的联邦 负责一方水土的官员 最高的就是州长 下面还有各个郡县阵势 而总统在没有州长的邀请前提下 还不能随意到灾区市场 相比之下 中国华北刚刚发生的水灾 跟佛罗里达有天壤之别 面对突如其来的水灾 其实严格说了还不能说是突如其来 因为事先天气预报已经做出了精准的预测 会降多少雨会在哪个地方大降雨 但是水灾来了 而且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河北最大的雨 地方官员普遍躺平 在一片泽国中似乎都在等待来自最高领袖的命令 要命的是河北大水来的时候太不巧 赶上了中央放暑假 要到北戴河度假 对大水是不闻不问 河北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围观之道 继续维持疫情期间首途有则的训令 把河北大地当作北京和雄安的护城河 严防死守不在乎名声疾苦 不管是家事国事天下事管理起来都遵循同一个道理 能有结构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制度解决 能用制度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开会解决 雄安本身在结构上就存在问题 华北平原的最低点就是白杨殿 是华北平原天然的蓄洪洼地 因为常年蓄水也无法耕作 水往低处楼吗 可是当白杨殿变成了雄安新蓄的时候 所谓的千年大祭的时候 就注定要被水淹 水往低处流 这是结构问题 好了结构存在问题了 推而求其次就用制度来解决吧 偏偏制度也不行 习近平大权独揽地方官只有唯唯诺诺 什么事都得习主席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产行 结构存在问题 制度存在问题 那就遭遇天灾 就开始开会解决吧 偏偏习主席稳坐钓鱼台 八一建金决分封大将军 晋升火箭军司令 就是对水灾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部署 只是强调地方政府要救灾战后 怎么就在怎么善后 地方官员只能重复动态清零的僵化手段 为了保雄安 地方政府不惜挖开水坝泄洪 当雄安的护城河 无视当地百姓的尊源 无视当地居民的尊源 经过了三十年的城市化 华北虽然不及江南复苏 但也不是几十年前一穷二百的农村 也差不多小康了 几十年的建设 一夜之间被淹没和冲垮 这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中共与天斗与地斗颠倒了大自然和人的关系 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地貌 太平洋的台风是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容易影响中高纬度地区 华北平原一片泽国就会更加频繁 中共与人斗 大水期间充当 护城河疫情期间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庵 化地为老 雨林为鹤 老百姓被分隔在城市乡村家庭住家 汽车工厂 办公室甚至电话亭里 处在饥饿贫困无衣无药的无助境地长达三年 华北水灾不过是重现了三年动态清零的全过程 可以预见的是水深火热将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 人都有追求幸福和远离苦难的原动力 这是天赋人权 为什么华北大水之后没有民众自发捐款 没有国际社会支援 也没有广大公民社会组织进入灾区救援 少数的一些地方公益性的专业救援队 到达灾区后不得其门而入 被要求出示所谓的救灾邀请和救灾批准文献 这也算是新天方夜谭了 为数不多的 在北京的外国媒体也彻底放弃了灾区采访 也许他们没有获得灾区采访的许可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采访 不愿意重复当年采访郑州大水时遭受的无端排斥 回过头来看中共干了什么呢 庆功 8月17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共每个月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而常委会是不定期的 8月17日的常委会就一个主题 总结前一段的防汛抗洪 新华社报道了标题是 防汛抗洪救灾区的重大成果 奇了怪了 中国的防汛周期是从5月到10月 刚刚8月中旬就宣布取得了防汛的胜利 至于那么着急吗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1998年中国发生洪水灾害 1998年8月16号有一条新闻 中共中央向参加抗洪的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 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 死守决战夺取全胜 同时要求各级党政干部率领群众与部队官兵 共同严防死守确保长家干堤的安全 那是8月16号的事情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动员军队 而今年8月17号 习近平已经宣布大获全胜 可能习近平最近被经济下滑 弄得压力很大 经济即将大萧条 社会情绪低落 他需要一场胜利 让自己兴奋一下 其实今年发大水以来 华北这一次灾害 习近平宣布胜利已经是第二次了 华北东北的水灾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 习近平已经是第二次宣布重大胜利了 上一次他更急 在8月5号就宣布了胜利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声势浩大的 推出一篇长篇报道 描述习主席是如何指挥北京的防汛抗洪救灾的 这篇报道的核心就是 习主席用眼神击退了洪水 通篇报道 没有谈习主席做了哪些工作 他描写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北京的防洪救灾 是用凝重的眼神看下窗外 习主席用眼神击退了洪水 因为他实在没有内容 但又要宣布一场胜利 所以8月5号呢 习近平就宣布过了一场胜利 历秋之后 华北的大水终于消退 灾民们开始返家 不过这不是终点 面对满目瘡移人们在问 谁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 是气候变化吗 是水利机构吗 是应急部门吗 还是只看不说光说不干的最高领袖呢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